一会儿就要跟一个远程买房的客户见面了 自从4月份买了房子到现在都没有见过 昨天刚刚到 新移民到美国首先就是要安顿下来 今天正好有时间就带他买买东西 大家好,我是罗杉矶房产Chris Liu 刚到这里因为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就想尽量的省一点 那么所以我们来到了沃尔玛超市 这里的东西比较全,质量有保证 而且比其他的地方便宜 基本上日常的生活用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 另外在这里还可以开手机卡 都是平价的 如果你带的手机在美国没有办法用的话 在这里还可以买到一个价位比较低的实惠的 这上面就是各种计划 并且因为刚来没有信用 所以这里也不需要信用 就可以帮你开 因为在这一个地方来办这种生活用品 还有手机卡之类的 速度非常的快 基本上两三个小时就搞定 接下来就要安排家具之类的 中午简单的吃个饭 回去放一下东西 我这边已经安排了师傅来做这个房子的清理 接下来到宜家 宜家可以配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家具 并且锅碗瓢盆 在这里都会有 这里也是比较实惠的 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 这里面摆的东西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有 所以可以请他们的工作人员 把某一种比如说沙发 所有的类型打开 看他们现在有什么 然后这样的话呢 一次性配齐 就可以省很多时间 有一些必需品呢 咱们就马上的装到车上拉走 然后还有一些大件呢 可以请他们去送货 这样呢 就可以先安顿下来了 更多的问题 欢迎单独问我 感谢您的观看